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1歲前外賣員今年初在天水圍被警察截查時 搜出一張光時貼紙 後來又涉嫌因為偷竊外賣保溫袋被捕 被告後來在警署內用頭撞一名警長被控襲警 昨天在屯門裁判法院被判罪成判監4個月 被告趙康勝現在報稱任職倉務員 案發在今年1月2日控罪指被告在天水圍警署 報案室的搜查房外襲擊一名警長 裁判官C祖堯裁決時說被告在錄影會面說 自己因為沒有偷竊情緒激動下才用頭撞牆 又說警長可能是自己滑倒所以才撞到被告的頭 但是在庭上被告就說因為被拒絕去醫院 所以才用頭撞牆沒有撞到的警長 司官指被告未能解釋兩次說法不一的原因 認為案情有關鍵的不合理裁定被告是不可靠的證人 司官又說警長對被告盜竊的懷疑合理 拘捕亦無可救病 辯方單憑警長在現場曾經警告被告不可襲警 就推論警長在警署內無告被告 是屬過分上綱上線 司官又認為 遇襲警長和協助制服被告的警員 描述的遇襲及制服被告過程吻合 遇襲警長接受盤問時供詞沒有動搖 信納警長是誠實的證人 警長的傷勢亦與醫生報告吻合 司祖堯判刑時斥責被告毫無悔意 又說襲警是嚴重的罪行 必須判處阻嚇性的刑罰以保護警員的安全 司官又說本案雖然不涉及示威 沒有造成暴力的漣漪效應 但案發地點在警署罵被告目無法紀 而被告曾經有兩次涉及暴力的案底 不能夠奢求減刑 不見了